你 你 你干什么 为什么我有快速教练 你别一惊一乍的 你知不知道你把我吓到了 你自己被吓到你还挂人家 甩锅 快快快 我笑死 你吓死我了 我想咋了 这么大个 你干什么 真的 你也没有好到哪儿睡 我怕虫 我听说有人专门写了一段rap 吐槽你 谁 是谁 谁啊 教练们对不起了 因为我最开始只吐槽了毛教练 然后后来呢 我就吐槽 感觉就是大家内容特别丰富 越写越多 然后我就越写越多 灵感来了是不是 灵感还来了 灵感来了挡都挡不住 然后我就把每一位教练 然后还要对着我们跳 加油 给你撑腰 手机三连套 好像给他们报复的时间 像被批评的三个宝宝 我们的陆教练反射虎有半米 黄教练接不下去的话 他总会换你 暖心的陆教练十分的感性 但是有的梗 真的接得满硬 对不起 对不起 我再也不接梗了 等一下 所以每次总结还得交给倩姐 成熟女艺人都有独特的见解 来 接下来 有个人他特别喜欢吐槽 但吐槽大会他一定是被吐槽的主角 主角吧 主角 为了压抑 为了压抑 是因为软抑就一定要念这种脚 就是对 老师对不起 他不仅幼稚 还特别能耍帅 迷人的卖力中 他还总看自己很可爱 我们的黄教练就是这么出色 谢谢 你听着我好好耍 毛教练 我来了 加油 加油 主角 抓个屁 毛教练他真的不易 每次营业都是个奇迹 他从不秃头就算天天熬夜 西字如今直到元起元灭 好 等一下 等一下 胖起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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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站的笔直 双手合十 他在找多个 等一下 这是个韵脚 他站的笔直 双手合十 像在祷告 也像个婚礼主持 这一句 不要忘了 第一次回去 最后一句 各位教练 写Rap可以找我 如果不找我 你的屋顶就会着火 我吐槽完了 厉害 厉害 中心 中心绝了 中心 中心绝了 你这太低调了 中心 咱们学员的任务 还是不够重 我觉得现在 这些创作才华 用在这个上还是 所以还是不够重 为什么不用在舞台上呢 我们舞台上的表演 还是很精彩的 对吧 毛教练你也这么说过 是 哎呀 到场打脸 你得怼回去 你不要让我已经输了 你不能再输了 你也来个 自由动摄像回去 更丢脸 我还不知道 我觉得挺好的 我觉得都挺好的 挺好的 我们今天真的好开心 感觉大家的距离 又拉近了一点 跟他们更亲近了 比起教练好像更多是 有一种朋友的那种关系 好像就快成为一家人了 这种感觉 其实在这个时候 我们已经跟教练比较熟了 所以可能之前 对他们的那些陌生和距离感 或者是那种仰望的感觉 就会没有那么多了 大家好 我们是创造营2020教练团 我厉不厉害吧 帮你们更厉害 帮你们更厉害 祝你快乐 太感谢了 后来 谢谢 谢谢 一 二 三 加油 这种时候 再去给我们一种 吐槽的机会 所以就感觉我们 就是 我们的感情又升温了 我觉得 挺好玩的 也不会想太多 是不是 陆教练 能相互吐槽 什么呀 你是造谣 这次创造营给了他们 一个不一样的回忆吧 我觉得挺好的 微信搜一搜 高路杰能量战小程序 为小姐姐 赢取超多曝光资源 为什么你能消失粉丝的牙龈 因为我有高路杰360 小分子 帮你去小分子大冒险 小小小小小小小分子 层层深入 根源氧银超超神奇 小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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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子 磕磕精脆 滋养牙龈到基底 小小小分子渗透快 粉嫩牙龈笑出来 高路杰360小分子牙膏 高路杰360牙膏的小分子 可以深层渗透牙龈基底 刷刷刷 养护牙龈 让我们来一次小分子大冒险 小分子渗透快 粉嫩牙龈笑出来 其实吐槽这么多 我就看到了你们 很浓浓的这种诗生情 看来就是这两个月时间 我觉得你们感情非常非常好 让我很羡慕 你出去留下来 留下来 留下来 等等 下一个环节过完之后 你们还想让我留下来 咱们在意 什么这么可爱 你们一步一步熬过来之后 其实你们得到了很多光芒 得到了所谓的关注撑腰 但是也会有很多人 会有疑问 甚至是质疑 这个是成正笔的 我们作为过来人来讲 没办法逃脱的 从艺的时间越来越长 接受的这个质疑 就会越来越多 这个是每个人都需要面对的 我今天来呢 很重要的一部分 其实是带着我们创始人 很多很尖锐的问题 想要得到你们 一个